希望台成的爱在癌严育延续下去 能开创另一个崭新的未来 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 带着夫人曾馨宁出席 由永宁基金会捐赠的 台成细胞治疗中心揭幕典礼 一起弟弟郭台成 抗癌过程满满不舍遗憾 誓言要把大健康产业 作为国家重要政策 只是前一天 国民党初选政策会 郭台铭的不惜散尽家财 也要推0到6岁小孩国家养想法 被朱立伦呛 郭董身家一年就用完 郭董这样回答 概念并不是说 用我身家来去做 我的身家来做保证 要把这个立法通过 我们要保底抽成 大家没有说 我现在基金的这个计较都很低 我们要希望能增加4% 再次强调要灵活运用 基金投资合作 还搬出同婚法 要大家用大格局思考 这个东西大家都没有 从这个大格局去思考问题 一个同婚法几个月就过的话 为什么0到1 为什么2个月3个月不能过 诺宏批评他的人都用旧思维 不过5号6号 郭台铭要南下高雄 指导韩国瑜大本营 还要和王金平见面开直播 这郭王配声浪又再度传出 只要国民党赢得胜选 我们来合作 任何的合作的方式都可能 因为我们的交情不是来自于政治的交情 来自于个人的这个朋友的交 友谊的交情 我们会比较深厚一点 没把话说死 但若初选不如预期 脱党参选有没有可能呢 我是坚决百分之百 要让国民党打赢这场战战 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 强调没有想过脱党参选 只是当初郭董也从来没有说 想要选总统 台面下的暗潮汹涌 最后情志怎么走 就看国民党初选结果 一切静观其变 欢迎新闻 林志鹏 刘亦如台北报道 林志鹏 刘亦如台北报道